跨年是指从旧的一年结束到新的一年开始 现代则多指阳历及功历或新历元旦前一天的晚上 及元旦前夕 尤其是午夜前后的时段 许多国家会在跨年的时间举行迎接新年的庆祝活动 其最高潮在于接近午夜十二点 人们通常会进行跨年节日倒数 称为跨年倒数元旦倒数 以庆祝全新一年的来临 很多西方国家也称元旦前一天为圣希尔维斯特日 跨年在很多国家会被视为与元旦不同的节庆活动 于21世纪的西方文化 最流行的庆祝活动是横跨午夜的派对 多数议会开香槟作为庆祝 世界上很多大城市于元旦前夜会举行大型烟花会演 庆祝新一年的到来 香港颐和舞炮及苏格兰爱丁堡城堡 均会发放紫叶礼炮来迎接新的一年来临 在中文语境里 跨年通常是针对阳历而非农历 农历的新年前一夜除夕的传统习俗是通宵不眠 称为守岁 西班牙 西班牙人传统上会在元旦前夜的晚餐中进行家庭聚餐 食物包括大虾、羊肉或火鸡 倒数活动方面 主要集中于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一座建筑物上的钟楼 当午夜十二时响起后 没想一下 倒数的人便会吃一颗葡萄 共十二颗 这个传统始于1909年 因为葡萄的生产出现严重过剩 故农民便想以这个方法来消耗过多的葡萄 到了今时今日 这个传统已是所有西班牙人所接受 而十二颗葡萄亦成为了元旦的同义词 当钟声响完后 人们便会问候对方 并以气久庆祝 法国 法国人在元旦前夜会吃一餐传统的晚餐 包括鹅肝及香槟等法国菜 形式可以是家庭、朋友聚餐 也可以是舞会 踏入新年后 人们便会分享他们的来年大忌 有时会交换礼物 英国 伦敦演的烟花 英国人主要是在伦敦的大笨钟底下 倒数作为跨年的主要庆祝活动 与很多地方一样 英国人会在新年来临前的最后十秒开始大叫时 九 道一倒数 到了零时则大叫新年快乐 但特别的是 当出现倒数的太快的情况时 人们会不停重复 一 直至大笨钟的 暴时钟声响起为主 而钟声响起也会由烟花的发射配合 自从伦敦演摩天轮建成后 十分钟的大型烟花会演 便在该处一带举行 由2005年起庚 直接在摩天轮上发射烟花 苏格兰的人们则通常会在元旦前夕 唱他们的传统歌曲《有一万岁》 意义未想 旧的一年送别 爱丁堡城堡内除发放烟花外 亦有紫叶礼炮迎接新的一年 新西兰 新西兰即为接近国际换日线 是南半球最早迎接元旦的国家之一 比澳洲东部快两小时 新西兰在元旦期间实行下令时 奥克兰天空塔上空有烟花会演 最早迎接元旦的是西萨摩亚 及基里巴斯加罗林岛 澳洲 由于澳洲接近国际换日线 为继新西兰后第三个南半球国家庆祝新一年的来临 故吸引了大量游客到此欢度元旦前夕 在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 每年吸引达120万名游客一起庆祝跨年 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科巴卡巴纳海滩的逾200万名游客 成为第二大的元旦前夜庆祝活动 传统上于踏入一年1月1日的那一刻 悉尼港便会举行大型烟花会演 发射超过8万发的烟花 沿着悉尼海港大桥 以及悉尼港沿岸6公里的4个烟花发射点 使悉尼港方圆16公里的30万名国际游客 均可观赏这场规模庞大的烟花会演 澳洲昆士兰不调整下令时 所以会慢于悉尼 墨尔本和堪培拉一小时庆祝新年 悉尼歌剧院就是主要庆祝杨历新年的地点 和中国标准时间相同的西奥珀斯 港口会燃放烟花庆祝元旦 美国 纽约时代广场的倒数活动 在美国 新年前夕的庆祝活动 包括正式的聚会和音乐会 家庭活动 以及大型公众活动 例如烟花表演和酱球 早自1903年开始 从1907年12月31日 纽约市的时报广场 一期均会在元旦倒数时举行降球仪式 并向整个美国进行广播 成为美国庆祝元旦前夜的一个主要的传统仪式 每年元旦前夜的11时59分开始 那个重1070磅长6英尺的水晶球 便开始在时报广场的顶处徐徐降下 并于零时零分刚好到达底处 由于纽约市被昵称为大苹果 故又有称之为苹果倒数 于1982年至1988年期间 主办单位更真实使用苹果形的水晶球进行仪式 而这个仪式是起源于20世纪初降下时间球爆食的方式 跨年特别电视节目迪克克拉克的跨年摇滚夜会直播这项仪式 从1956年到1976年 盖伊伦巴多和他的皇家加拿大人乐团通过CBS直播 加拿大直播公司为CBC 在纽约市公园大道的华尔道夫酒店宴会厅举行音乐会 在1977年伦巴多去世后 皇家加拿大人继续在CBC和CBS播放直到1978年为止 加拿大 加拿大新年前夕的传统和庆祝活动因地区而异 但通常与美国相似 重点是社交聚会和公众庆祝活动 例如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1992年 素描喜剧团加拿大皇家航空公司 开始在CBC电视台播放年度特别的农历年 特色草图讽刺了一年的主要活动和新闻故事 虽然原来的1992年版本是一次性的特别 法鲁斯年的剧集继续作为Air Force电视连续剧 从1993年到2008年 在2008年12月31日播出系列节目的常规特色 电视系列 原始演员继续参加新年前夕特色节后的几年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人在庆祝跨年时 会将用木、报纸或白纸制作的拟人画塑像 随着烟花烧掉 这些塑像代表过去一年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烧掉它们有宋就迎新之意 有时这些塑像会代表被讨厌的人物 与中国、广东地区的打小人 有点异曲同工之处 巴西 李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 在元旦前夕举行了世界上最大的烟花会演之一 元旦是巴西的主要节日之一 在元旦前夕 大部分巴西城市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只是中等规模的市镇 都会发放大量烟花庆祝 并有特别的歌舞表演助行 其中 最著名的庆祝活动位于李约热内卢的科巴卡巴纳海滩 每年共吸引超过200万名游客参与 圣保罗著名的圣西佛斯公路赛跑 穿越圣保罗人大道和市中心的街道 每年吸引不少马拉松进而参加 该赛事从1925年创立以来 都是在元旦前夕的11点开始比赛 1989年 为遵守世界田径总会的规定 才将比赛时间提前到下午 中国 在中国大陆 虽然直到公立新年几周 即一个月后才到农历新年 公立新年的庆祝活动 依然在一些城市举行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厦门 在北京朝阳 Selona蓝色港湾的购物公园里 已经开始举办放烟花和摇滚乐表演的庆祝活动 而文艺演出和其他一些活动 已经在天堂公园、太庙和颐和园举行 而自2011年以来 在上海外滩已经开始在元旦倒数前几分钟 举办3D灯光音乐会演 许多电视台将举办跨年演唱会 香港 香港通常将洋历、农历的新年前 一夜都称为除夕 若有需要才以前致西历、农历、做区别 香港华人虽以农历新年为岁首 但在跨年时 维多利亚港两旁的摩天大楼 都挂上了庆祝圣诞节及元旦的灯饰 加上在维港举行的雷射、灯光音乐、会演换才永湘江 会特别加插烟花表演 故此吸引大批市民到中环及尖沙嘴海旁观赏 香港早在1997已有除夕烟花会演 但因成本太高所以在1998年至2006年停办 2007年在国际金融中心27大楼首次引入烟花秀 但在2012年新鸿基地产不再赞助后 2013年元旦倒数烟花会演改由新世界发展赞助至2014年 后又由不同赞助商赞助烟花会演至今 由2018年香港元旦倒数烟花会演是中国旅游集团为庆祝90周年成立以举行 是历年来最大规模的跨年烟花会演 香港亦有不少地点举行倒数活动 较热闹的地点包括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 一和五炮、尖沙嘴广东道及中环蓝桂方等等 其中时代广场的倒数活动是仿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倒数活动 又称苹果倒数 但自2014年停办后连续四年没有举办此活动 而近年落成的一些大型商场 如关塘APM、旺角朗豪方及大角举澳海城等 均会举行大型倒数活动以增加商场的人流 铜锣湾一和五炮在元旦子业时会 发放子业名炮迎接新的一年来临 香港的子业礼炮是由苏格兰的爱丁堡城堡传入的 所以每年新年都会有风笛来演奏有亿万岁来送走就岁 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 倒数完毕后按习俗同样会播出有亿万岁将就的一年送别 还有子业乌炮 意味香港已经步入新一年 有新开始 但是 在香港的洋人均会到一和五炮庆祝元旦 港人大多在维多利亚港两岸欣赏烟花会演 香港因喜迎1997年香港回归 在维港两岸发放烟花之后 停办多年至2014年 再次在除夕之夜发放烟花一直至现在 澳门 澳门通常将洋历农历的新年前一夜都称为除夕 澳门的元旦前夕有很多活动 市民通常会在政府电视台所举办的庆祝活动 而场地包括有澳门观光塔 龙环蒲运 议事亭前地 塔石广场等 台湾跨年晚会 早期的台湾社会采用农历 重视农历新年 民国以后也以元旦的升旗典礼 践行等为主 前一夜的跨年并不流行举办活动 但1990年代后 各县市政府普遍举办跨年晚会 取代早期看电视过年的习惯 各地跨年晚会的内容大同小异 皆会邀请著名歌手及艺人演唱 尤其是当红的艺人团体 为了各地的跨年晚会 时常得在元旦前夜到处赶场 近年来 部分电视台甚至会将跨年当天的晚间新闻提前播出 以全程直播晚会现场实况 其中台北101跨年烟花表演最受瞩目 而许多年轻人更流行跨年后 元旦清晨再到高山上迎接曙光或参加升旗典礼 日本 日本自明治维新旗改用格里历取代农历 将除夕定于格里历12月31日 在这个改动的同时 日本也把原来的农历年的习俗和传统仪式 提早于西历元旦进行 民众通常会参拜各地神社 佛寺祈求新年平安 称为初一 日本元旦前夜的另一特别形式 则是日本放送协会的大型贺年音乐节目 红白歌合战 各大商业电视网也会于元旦前夜推出特别节目 韩国 在大韩民国 最大的庆祝活动位于首都首尔 在那里举行敲响普信阁中生33响活动于午夜和烟花会演 朝鲜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最大的庆祝活动位于首都平壤的人民大学习堂和烟花的时钟钟声显示 沿着金日成广场 主体思想塔及周边地区信号展开新的一年 然而 在平壤庆祝新年也标志着朝鲜日历或主体年基于1912年4月15日 以建国领导人金日成出生日期为开始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跨年和各地跨年晚会的内容大同小异 会邀请著名歌手 当红的艺人团体及艺人表演 而且部分电视台甚至会将跨年当天的晚间新闻提前播出 以全程转播晚会现场实况 也会在午夜设有大型烟花会演作为庆祝 其中位于吉隆坡城中城的国游双风塔和独立广场的烟花表演 更是被民众视为每一年的重要演出 其他国内主要城市如乔治市 古晋等也有举行许多大型跨年活动 泰国 整个泰国在除夕跨年期间有许多活动 美南河沿岸地区自2016年起有盛大的烟花会演 2018年在曼谷鲜落天地购物中心开幕后 跨年烟花活动由郑王庙迁移到该商场岸边庆祝元旦至今 阿联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最大城市迪拜 新年燃放烟花活动释放范围从中美拉海滩包括帆船酒店 棕榈群岛到最高的哈利法塔 新年烟花会演的经费在哈利法塔是世界上最昂贵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